自从ChatGPT3横空出世后 各种应用类AI也如雨后春笋般现身 诸如产生文案、故事、图片、语音、动画 越来越多应用满目琳琅 但除了好玩之外 要怎么用这些工具 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终结剂 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或工作呢 我们都遇过这种情况 报告题目下来脑袋一片空白 然后Google开一堆页面找资料 边打讲稿边开PPT 还得花大把时间美化排版 最后讲稿还得自己对着墙壁练到半夜 所以我开始思考 能不能有一套流程 从想法开始 一路走到简报、制作和演讲稿完成 都能一次到位 让我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内容 而不是一直在美化PPT排版 现在大家都会用ChatGPT来写文案 今天会从这几个工具 用Gamma、Notebook、LM、Whisper 这四招整合起来的超强combo 带你手把手一键 产出超专业的简报加口语逐字稿 这绝对比较deep seek 写分手信给ChatGPT还浪漫 这个一页变专业讲师的方法 就让我来分享给你吧 我会完整示范我自己实际用的方式 从底稿到强稿 全流程操作给你看 还会分享每个工具该怎么搭 怎么用prompt最有效 第一个步骤是用ChatGPT帮我厘清内容大纲 例如 请帮我针对下注主题 生成一份十分钟简报的大纲 并帮我分类标题 整理内文 做成简报可用的格式 GPT通常会给出段落分明 语气自然的内容 你可以要求它调整语气 加入例子 甚至指定几句幽默 通常我会在第一次GPT的回音中 加上我想要的元素 例如 请加入轻松的幽默感 适度穿插符合时事的趣味梗 让内容更吸引人 基本上只要两次prompt 就可以完成简报底稿 接着你可以点选 分享网址 或是把整段内容复制下来 第二个步骤 我把刚刚的底稿 丢进GAMMA AI 这个工具真的很实用 它会根据段落 自动切出简报页面 配色 插图 也都会帮你搭配好 几分钟内就能产出一份 结构清晰 视觉完整的简报 我这边demo一下生成流程 基本上是copy paste 点击生成 就能立刻看到结果 选择新建AI 然后汇入档案或网址 选择从网址汇入 贴上刚刚GPT生成的结果网址 接着选择简报内容 很快就可以看到 刚刚的内容全都在这边了 这边删除一些不需要的文字 然后左侧文字内容 可以依照需要选择 如果不想要简报太多文字 就选择紧缩 这边中等 确认好输出语言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订阅 最多一次10张卡片 我建议就直接选到10张卡片 然后按下继续 每次产生简报 只需要40点 有个实用的小技巧 可以延长免费使用时间 就是透过推荐连结 邀请朋友注册 每一次成功推荐 你跟对方都可以获得200点额度 我使用了一年多 到现在还是可以免费使用 很不错吧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到资讯栏 加入我的推荐连结 接着 我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简报样式 按下生成 就可以看着它自动完成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你看一份视觉清晰又专业的简报 是不是一键就完成了 当然 如果临时想新增或调整内容 也能随时编辑 这部分 我们之后可以再详细介绍 但说到底 简报最难的往往不是制作 而是怎么说出内容 如果你对上台报告很有自信 到这边应该就能节省不少准备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 请AI帮我们自动生成演讲稿 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首先把简报汇出成PDF 然后开启Google的Notebook LM 点选建立新记事本 把刚刚的PDF上传 中间的对话功能 我们这次用不到 这个对话功能简单来说 就是把你上传的资料进行分析 用对话方式提供摘要 问答 学习指南 但今天我们只需要它其中一个功能 语音摘要 它会把简报内容进行理解 整理重点 提供延伸讨论 最后再用对话的形式 转成音讯档 让你用听的方式快速掌握资料重点 但这份只能算是初稿 还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因为它生成的对话脚本 是双人对话形式的podcast 资料里面有提到说 深夜12点以后 好像是个黄金时段 对 这个观察蛮准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做一点加工 把这段对话转换成单人讲稿 也就是适合简报发表时 使用的主讲内容 第四个步骤 我们要把刚刚的语音档 转成逐字稿 不过可惜的是 目前网路上的免费工具 大多都有时间限制 像是只能转三分钟以内 所以这边我会介绍 用本地端的工具进行转换 我就以Mac的环境来进行 首先开启电脑的terminal 不用怕这个黑白画面 跟着我来 只要三个指定就好 先假设你已经安装好Blu 这个套件管理工具 第一步输入Blu install fanpack 这是用来读取音讯的套件 接着第二步跟着我输入 成功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转换逐字稿 继续在terminal输入如下 最后填入要输出档案的路径 这边我设定放在桌面 按下Enter后 Whisper就会开始转换音讯 产生逐字稿 画面上会开始跑进度条 看着它一行一行 处理其实还满疗愈的 刚刚的指令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一点都不难 等待完成之后 汇得到五个档案 但这次我们只需要TXT的文字档 它就是完整的逐字稿 最后一个步骤 把这份逐字稿交给GPD 帮我们转换成单人讲稿 我会根据需求指定语气或场景 像是正式报告或是轻松分享的风格 请GPT帮我调整语调跟段落 变成一份我可以直接上台讲的内容 我会先请GPT帮我产生一段加工指令 比方说帮我把接下来这段讲稿 移除口语与最词 改写成第一人称风格 保留原始内容重点 修正错字或不通顺语意 并加入一点幽默感 它就会帮我产出这样一段提示 接着开心的对话 用这个指示命令它 帮我修改刚刚的TXT 完整的第一人称风格 又带幽默的专业演讲稿 就完成了 这套AI流程 如果你有兴趣尝试 可以从ChatGPT加GAMMA开始组合 先熟悉快速生成简报 再慢慢加入Notebook LM 以及Whisper工具 喜欢这种实验分享 记得帮我推荐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 想问什么 或是你有更猛的工具 也欢迎留言推荐给我 继续研究分享 我是懒得专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